想必对于这个歌手,可能很多人都很陌生,甚至有些人连他事实都不知道,这也很正常的,他的发展算不上是一个典型的高开低走,年轻的时候,他的容貌几乎能够掉一把很多的歌手,再加上极强的唱功,恐怕当年连王菲都没有他红,他在自己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就红得一胎糊涂。 其实,大家可能不知道他赶赢的时候,还看过服装设计师,后来,因为参加一个日本的歌唱比赛,并且获得了冠军,从来对当时的香港唱片功夫发掘,大了八十九年的分页费,他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各种音乐专辑登月,没想到这个专辑,一中上线便受到热捧,他也因此获得了进歌金曲的最盛欢迎新演奖。 到了九十四年左右,当时的关书瑜,已经彻底进了了香港歌坛,并且还和当时有名的林语伦,叶庆文,以及王菲等人,被观众称为四位歌后。 以许其他的歌手情有力的背景来说,关书瑜显然是属于好个密集的那种,而且他出道的原因,最初也是为了让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。 当然,接下来的关书瑜显然呈现出一种逼走的态势,随后的作品产能越来越多了,既然他的名气也跟着直线下滑。 当然,这还不是就影响他的,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未婚休日的事情。 在零大年,他离婚休日产生了一个孩子,和孩子的爸爸是谁? 关书瑜一直没有说,当时,关书瑜他的分人也就越来越多了。 直到零五年的时候,关书瑜终于对外宣布了自己是关书妈妈的事实,就让他开始导致争议。 当间有传闻说,他的这个老儿子的父亲,又是曾志伟。 但是,这可遭到了双方的辟阳。 后来,再来十四年的时候,关书瑜才承认孩子的父亲是一个不当的活服。 而且他自己也表示,自己自打伸向孩子后,就一直忍受着仰恋暴力。 甚至还遭到了很多人的嘲讽和歧视的眼光。 但后来还一定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。 如今52岁的关书瑜,一直因为这件事情不能释怀。 但现在他还是单身女人。 不过,不可否认他绝对是一个合格的母亲。 但现在也没人知道他还会长什么样。